感谢安德的一件啤酒非常感谢 还有以下粉丝的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每年一小快递 这一局小快递我们随机到小盟军对吧 小盟军的话就不要延伸 我们先把自己家里的油田站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旁边有个小红 小红想延伸到那个淡然社家里去 我们就想造一个漏人去求他一下 你看他出了很多兵要延伸到淡然社家里 我广快造个漏人准备过去来一个裸奔 把他的油田站了 你看他连自己家里的油田都不站 家里的油田不够香 别人家里的油田水就香 这些人玩小快递都是这样对吧 你最起码先把自己家里的油田站了 你再去站人家对呀 然后你看他的兵已经被打掉了 我广快把漏人派过来 但是他又出了个命运我不敢去 我怕我一过去他甩个地宝出一条狗 我这个漏人就会死得老惨了 所以说这个漏人躲到基地车后面 先藏起来 等我这个忠公出来 对吧忠公出来坐车去偷 偷他的油田 然后这个小红的油田没有占领 那个淡然社有可能想去占领 他拍了一条狗守住了他的兵运 看到没有他站不了 哎站不了我来站 这个淡然社没我快呀 你这个漏人走路过来我直接坐车过来 坐车过来把这个油田一站 然后甩一个地宝打死你的漏人 哎 你白忙活一场的对吧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边的紫色趁我去占油田 他直接造了很多兵延伸过来 但是不要慌了 你造兵的话 我有坦克你的中国都还没出来 你就整我 我们直接甩甩一个地宝 坦克过来打一枪 哎打一枪没血呢 我们造一个维修车修理一下吧 有这个维修车修理呢 这个坦克基本上不掉血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他也出坦克了 我如果强行冲进去 不一定打得下他啊 虽然我比他多两个坦克 但是他是主战场 他可以甩地宝 所以说我想了想的 出坦克也没什么用 出坦克也打不进去 我们这个时候呢 广快补一个牛车啊 他坦克不多 他想进攻我也比较难 我们先补一个牛车 这样的经济比较好啊 哎你只有一个牛 你一个牛 等下到了后期 他就耗不赢我了 我们有两块地盘两个牛 出个牛呢 就有三个牛了 然后这个小黄 再打中间的粉色对吧 那个粉色的基地呢 差点又被偷走了 这个粉色呢 基本上守不住了啊 他在中间到处逃窜 然后这个黄色去偷粉色 这边陈妈妈 把黄色的油田给偷走了 你看到没有 他们都互相都起恩怨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得小心这个紫色 还得小心淡蓝色 这个淡蓝色 开局抢那个油田 没抢到他有可能 也会计讳我 然后我也删个牛了 对吧 删个牛以后呢 我看一下紫色坦克也不多 我准备再出一个牛 准备造四个牛啊 然后小黄你看 小黄得着的粉色 又被那个淡蓝色整了 他们直接去打黄色 我过来摸基地 哎呦没摸到 摸到基地可以卖哦 然后紫色想去打我那个头的吧 你去打我那个头 我这边就进攻 直接放个地板 我扳手修一下 然后再出一个牛 我有四个牛 这个时候我想去偷下他的重工啊 四个路径 四个路径呢 准备把这个头呢 过去偷他的重工 但是这个地图啊 他坦克老是喜欢乱走啊 你们看我这个头 我这个头呢 走到往上面走 对吧 往上面走 你看他还拐一个弯 拐一个弯 直接冲到里面去 给整死的啊 这个紫色一直放火 还拿不下他 没关系 我比他有钱 我现在四个牛啊 等我造一个电线杆 造个电线杆呢 用电线杆整他 实在不行的 我造高科技说光灵坦克 也可以把他带走对吧 我估计他也在造电线杆 而且这一盘我们是美国 美国有这个免费的闪兵 闪兵呢 先投在后面 防止这个大蓝色搞偷袭 你看 他造了个电线杆来打我对吧 没有用 你只有四个坦克 四个坦克打不死人 我们一造一个电线杆啊 等我电线杆出来 我直接甩一个电线杆 跟他对戳 你戳我 我也戳你 然后他坦克就想来助攻一下 对吧 你坦克助攻 就被我的坦克吃光了 然后没血了 放漏人 抢修一下 三天睡不着 把这个电线杆抢修一下 又满血了 你坦克死光了 你看到没有 坦克死光了 他就水不住了 我们再造一个漏人 修一下这个坦克 这坦克有几个残血的 先把坦克 修成满血再进攻 再等一个地宝啊 等一下甩一个地宝 用那个地宝吸收一下子弹 我们坦克进去 就不会有什么损伤了 甩个地宝 吸收坦克的子弹 然后我们坦克直接拐进来 拐进来点他的地宝 先把他坦克全部吃光 吃光了以后呢 我们再打他的牛车 他造飞机的 造飞机也没用啊 先打牛车 打牛车的可以练兴 小心他自爆 不要靠住油田 我就知道 差点靠住油田 把坦克炸光了 坦克炸残血的没关系啊 就是不要炸死 炸残血的可以修理 我们造个维修再修理一下 然后再把机力往上面拖 再开发一片矿区 现在我们先看看 厂商的局势 看看国际形势 现在呢好像是个三国局面 这个淡蓝色发展的比较好 陈猫猫发展的也比较好 中间有一个粉色 这个粉色呢 基本上属于半条命对吧 起不来 这个半条命呢 可以把它忽裂不及 现在呢就小心淡蓝色跟陈猫猫 这个三国局面呢 那么我们肯定要打两家的对吧 我准备的先把这个半条命先给他带走吧 因为你不打他的话 等一下我不带好进攻 他们都不敢打 为什么都不敢打呢 都是你看我 我看你对吧 因为打粉色呢 会有一点损伤 但是我觉得打粉色的话呢 有一点赚了 为什么呢 他没什么坦克 我打他的基地 打他的重攻 反而我这个坦克的容易身心啊 现在在放个防空炮 应该那个当然是出了飞行 一架飞机 多出几个防空车跟防空炮 然后我们走过来呢 准备先把这个粉色带走了 你们都不敢打粉色 舍不得坦克对吧 那我就先来打破僵局 直接冲进来 你看打这个粉色可以练心了 看到没有 打重攻 打矿场 然后打他基地 都可以练心 等一下我的坦克就生了一心 生了三心了 压掉兵 打掉重攻 打掉重攻以后 我们再打基地 你看有一个坦克生心了 对吧 打了基地又一个坦克生心了 这个时候呢 淡蓝色一看我的坦克残血 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 你抓住机会 掐住你头 生了个三心坦克 你坦克没我多 你敢偷袭我的残血坦克 老陈猫猫一看 我打粉色损失惨重 跟那个淡蓝色拼了坦克 他直接冲过来 你看到没有 冲过来感觉守不住 不要慌 我们往后面说 然后放个电线杆 电线杆也挡不住 挡不住 继续往后面说 不要跟他硬硬硬 先躲在后面 你追我 我就往后面走 我后面有散兵 然后你看 他一看我躲在后面去了 他就想过来打我的基地 完了 这基地保不住了 赶快甩个地毛 放个高科技 基地保了也没事 你坦克全部冲阴了 然后生了个三心大兵 你看 你打我的基地 坦克死的差不多了 而且他的坦克 很多都是冲阴的 所以说 不要打我的基地 你打掉我的基地 我就解开封印了 你打我的基地 坦克死光了 而且我有这么多散兵 而且还有三心的散兵 然后我这个时候反杀过来 你怎么办 你只剩下三四个残血坦克 你这坦克都是一滴血的 直接大兵一蹲下来 哒哒哒哒哒哒 全部冲阴 然后我们的坦克 把它包起来 左右摇摆 你看 打我的基地 死光了对吧 然后我们广快照一个头 趁他不注意 把基地给他摸过来 天亮了 摸个基地过来 你看 这个陈猫猫 本来发展的最好 非要靠我的基地 这下 直接 没了对吧 然后这个淡蓝色呢 他坦克也没多少啊 他开局被我拼掉了 给我吃掉了那么多坦克 他也没什么坦克 然后他造了四个飞机 想用那个飞机炸我对吧 但是我有基地啊 这个 你造飞机我就放个反空炮 然后造几个反空车 我有基地了 我们还能发展 而且我经济不差 我有三片矿 六个牛 坦克也不给他扫过 然后这个对手呢 就在家里防守 防守没有用 我有基地车 还有一个三星大兵啊 然后再造一个框场 你冲过来啊 他如果躲到家里不出来 我们等一下就造导弹船了 反正我经济里大好 这个呢 退一万步讲 我如果没有偷到这个基地 他有可能会造船场吧 造船场 我感觉也不怕 因为我有那个重工对吧 我有重工可以造一万个直升飞机 可以打爆船场吧 因为我是蒙军 然后这个对手看我有基地 他直接冲过来 又打我基地 你看到没有 又打我基地 他心里想 我就一个基地啊 打掉基地 他想在屁股后面造船场 没有用了 你坦克死亡了 你就跟那个陈猫猫一样 你打掉我基地 想造船场对吧 没有用 我可以造直升飞机 我可以造一万个直升飞机 然后我们直接冲过来 你看到没有 冲过来直接打掉你的基地 你连船场都造不出来 然后我们防空车过来 偷他的框场 你飞机炸我也没用 你坦克死光了 所以说呢 不要打基地啊 这个就跟以前古代工程一样 你这个城池再多 你没有能力 那是白搭的对吧 你得要保住这个兵力 保住兵力呢 才有机会去打对吧 你这个坦克死光了 你加手不住了 我们直接冲进来 打掉重工 打掉基地 然后你前面有两个电线杆 我直接打你的电场 把你电场一打光 你就没电了 然后这个陈猫猫就要打字 乖那个 这个蛋兰师就要打字 他是居然给他抢了个基地 哎 他贪气 我就算没抢到基地 我觉得你也不一定守的是吧 因为我不差钱 我坦克比较多 你这个造了这么多飞机 造了四个飞机 你这是没什么坦克呀